我們先帶老師先進入到OneNote的平台 您在這個上面先打一下 1234-1 know.net 進來之後 如果您之前已經有申請過OneNote帳號 就直接從這個會員登錄進來就好 如果您之前沒有申請過的 就直接從這個 會員登錄的話 如果您想要正式註冊也可以 就是在這邊 直接用您的社群帳號來做登錄 如果您想要用正式的方式註冊就點這邊 但是它會寄一封認證信給您 寄一封認證信給您要去收信 用社群的就不用同意就好了 當然前提就是您必須要登錄Google的 或者是Yahoo的 比較不建議您就是用Facebook 因為Facebook有些安全性的問題 可能會造成沒有辦法登錄 如果您覺得這樣比較麻煩 您直接用這個訪客就可以 滑鼠滑過來直接取得訪客代碼 它會有個八位數 那您在下面 下次您要進來的時候 就直接把您的那個 八位數代碼直接打這邊進來 這樣就可以 那我這邊我先用訪客的方式點進來 有沒有這邊有一個代碼了 這個我了解了 那OK之後呢 您待會進來了 在這個 現在預設呢 是在所謂的發現的群 這個課程裡面 預設在這裡 要麻煩您進到這個群組 進到這個發現裡面的群組 那我們的呢 應該一進來就是排在第一位 排在第一位 我已經公開了 已經公開了 這邊把它按下去 右上角這邊 您就可以看到加入 這樣就可以成功了 這樣您就可以看到我們今天 兩個主題 兩個主題的內容 一個呢 就是您剛剛所看到的 怎麼製作虛擬攝影棚 這些內容 因為 一般來講 老師要在學校 還要去教法中心 借這個教室 你要安排時間 還要走過去麻煩對不對 還不是你一個人就可以完成 我們在這邊 這個沒空的時候 是拿來晾衣服的 有空的時候才拿來露營 那所以呢我們會有像這樣子 那主要的內容都在這個任務裡面 都在這個任務裡面 就是放在這邊